大家好我是小徐 昨天晚上回去考虑了一下 最终决定把这块地租下来 给它改造成狗色 然后今天上来就是跟地的主人 签了下合同 付了下租金 然后明天我就是准备把这边的水 跟地先给他接通 因为租房子的话 最重要的就是水跟地 有了水跟地 其他的就都好办了 然后我现在今天过来 就是把这边的杂草先简单的处理了一下 因为有一些我能自己做的就自己做了 雇人的话工切也大 本来盖房子的话成本就高 但是对于今后的九年来说 应该是十年吧 对于今后的十年来说 我可以省下一大笔的房租的费用 然后这里三千水秀的 到时候就是盖起来以后 可以在这边种一些大白菜 然后种些吃的喝的 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这边的环境 这边那是个鱼塘 就是一个大水库鱼塘 后面是一座山 这附近没有居民 基本上到那个垫蟹杆那吧 到垫蟹杆那都是 然后我昨天看了很多人给小学的留言 就是说你盖房子的话费用比较大 应该怎么办呢 没办法费用再大我也得盖 因为租房的话实在问不到好的房子 然后再想一下在这深山老林里面 这也不算深山老林 一个大山里面 羊狗的话至少比较亲近 不会有人说是打扰啊之类的 也不会有人举报 就是人比较辛苦一点 然后这个是我今天过来自己把这些杂草 给割了一下 割完了还没到呢 一会把它就是 把它搞起 搞起来扔到那个边上 然后把下水道修通 唯一一点的话就是咱们租房子 养狗不要把人家的环境给污染 这里的环境确实很好 也不能说在未来咱们的狗狗把人家环境给污染 到最后靠着雪崖这边 靠着山这边 我会挖一个下水道 它下面有个就是机场 机场呢有下水道 也不会污染它的环境 大家这个也不用担心 然后今天先给它付了房租了 地租也不能说是房租 付了十年的租金 它直接是到这之间 然后现在规划图也出来了 我完了给大家看一下规划图 也比较简单 因为我想解简单单的先给它盖起来 有个狗狗的荣生之地 其他的后面再说吧 绝对的 有一个狗狗的荣生 也不如是 有一个狗狗的荣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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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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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家鸽惨了 水 马上要天黑了 我今天就是把这边的杂草给他收拾了一下 明天人家要过来铺管道 然后接电线嘛 过来人家也好接方便一点 今天晚上呢我就不回去了 狗宫那边呢有月姐 月姐身体恢复了 让月姐辛苦一下 晚上的话还有一个阿姨帮我看着 然后今天晚上我就不回去了 因为需要备很多的材料 电线 还有水管 就是人家这边比较上班早 跟人家电工水工 谈的是明天早晨7点过来开工嘛 就是我怕回去以后 咱们那边收拾完过来的话 就是中午了 中午就干不了什么活了 所以我今天晚上就在这里住一晚上 明天把水电铺好 明天再回去 然后我现在先回那个县里面 给大家看一下规划图 马上西洋落山了 这个是目前的规划图 然后这边呢就是人住的地方 因为人和狗狗分开了嘛 这一排就是狗住的地方了 这个就是那个山的三角地带 然后这边盖完房子以后 他们在这边玩 这边是一个草坪 人工草坪 然后后面呢再搞个人工草坪 离水比较远 是离水库远 没有水库的 现在目前规划图的话是这样 也是怎么说呢 考虑了好几天 也就成这样了 这个地方呢到最后会摆个桌子 就是做成那样 就是吃点喝点东西 然后这边再给狗狗就是种一些菜 种种花花草草 种种菜 反正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 这些都是采钢房 这一排的话是放 四间到五间采钢房 狗狗用来住 然后这个天台的话也可以上去 目前是这种想法 如果有什么 大家有什么好的意见的话 都可以提出来 目前是就是这样的规划图 也是费用最少的 因为这次开销真的费用太大了 我想就是想用最少的成本 给我做出稍微好一点 然后慢慢到后期 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再去改造 然后希望大家能给小区提出好的意见 谢谢大家